大家好,我们继续讲《道德经》第五十二章 用其光复归其名,无意伸秧,事为稀长 这一章呢,要解释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从天下有诗开始以为天下母 那么天下母这个母就指起源 德既得其母的德就是知道 已知其子,其子就是指天下万物 对,那就是危险嘛 C,塞,都可以,怎么说都可以 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控制 把它读起来,那不就是控制吗 C,塞都一样 其对,对呢,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说原始指欲望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指自私 正常的欲望,你塞也不能塞的 你一塞死掉了 人不吃喝拉撒睡 那就不行了 所以欲望是应该有 欲望和自私是不一样的 自私是只希望自己有欲望可以满足 那别人不行 或者我就要我满足我的欲望 我不让别人满足 这叫自私 只让自己做 那就是不平等 不公平,那么吃拉撒睡 人人都要有 我吃,别人也要吃 我拉,别人也要拉 我喝,别人也要喝 我有喝的权利 别人也有喝的权利 这就叫我有欲望 别人也有欲望 这很正常 但是不能说我有自私 别人也有自私 这就是有些人 哪儿忽悠人的 自私 人人都自私 这怎么得出这么结论 这真是荒唐 好 发发罗 啊 被就是自私 好 被就是封闭 关闭 门 门是什么 门径啊 那么为什么要闭其门呢 这个门径啊 就是指方法 偷鸡取巧的方法 关闭其偷鸡取巧 一劳勇 四半功倍 四两拨千斤 要把这种途径 给他闭起来 所以叫闭其队 闭其门 终身不勤 终身呢 就是一倍的 勤嘛 勤劳勤 实际上勤是什么 就是指劳苦愁烦 经历这些东西 我们这么认为 就是一种劳动 一种付出 那么 这个 什么样的劳动呢 付出呢 就是 愁烦 哎呦 烦死了 这个东西 你说单纯付出劳动 心平气和喜乐啊 那是 那就不是秦 秦是指什么 就是 哎呀 又觉得不得不做 心泪啊 这叫秦 终身不秦 终身都不会有这种想法 这是秦的想法 就是受苦难的这种想法 不是苦难 就是我该承受的 什么叫秦呢 秦就是我觉得我受苦 我干活就不应该 别人干活就应该 不秦是什么 我干活也是应该 就应该干嘛 就应该如此吧 那别人该干 我干也 也该干 这叫不秦 开其对 开 和前面的C C是毒 那么开 开叫什么 叫放动 对 对是什么 私欲 自私 开其对 叫自私 忌其事 忌呢 就是成就 帮助成 这叫忌嘛 忌就是帮助嘛 那么就是成就其事 这什么事 没事 什么没事 一劳永逸 那没不没 不劳而获 没不没 少劳多获 这事呢 是只没事 事办公备 这种事 四两拨千斤 所以要成就他这种事情 终身不救 一辈子都不能救 救什么 从哪救啊 你救 因为他是在灾难里 所以一辈子都不能 把他救出死地 这个灾难够大的死地啊 好 一会儿我们再讲 见小月明 见也可以说 现 就是见 能查 啊 叫见 查小 见小 观察 小月明 你能微小的东西 你能咋看得到 你就说明你呢 啊 明查 叫 你能叫明 明就是明白 手弱越强 弱呢 手是保护 弱就是指柔弱的 你能保护弱小的才叫强大 你你自己就弱 你不能保护强大 再一个 我们什么叫强大 你就欺负弱小叫强大吗 不是 而是保护弱小叫强大 我 这个弱和小 保护是人之半性 而不是给欺负 有好多人 你弱弱就欺负人 哎 都吞尽尺 那是不可 要保护弱小才叫强大 你欺负弱小 那叫 怎么说呢 那不是人干的事了 所以那根本就不叫强大 那叫 老百姓说要缺德 那没有德嘛 都不缺嘛 用弃光 就是运用光 运用什么光 道的光 所以他这用弃 这就是指道 复归弃明 复就再一次归 就是返回 这个弃明 弃明前面 见小越明 见小越明嘛 就是能够查小细小时 再返回去观察 细小的事物 其意 无意伸秧 就不会一一漏 漏掉 伸秧 伸是自己 秧 秧嘛 就不是好东西 就是灾祸了 就不会 一漏给 一楼 能给自己造成伤害的 任何灾祸 你明察秋毫了 你都什么都明白 那么 是为 西 就是寒而不露 隐藏的 长 好 我们就把这一章 把这件单个的字 解释了 我们就 把这一段呢 这一章 那么翻译一遍 好 天下有诗 以为天下母 天下万物 有开始 这个开始 就是天下万物的起源 既得其母 已知其子 既然知道了 这个起源 根据这个起源 就能 知道 就是明白 天下的万物 你会去了解到 天下万物 既知其子 覆守其母 陌生不殆 既然了解了 你都明白 什么是天下万物 你了解 明白 而不说 我看到了 就了解 就不是的 就说我真正的明白 天下万物是怎么回事 我真正的了解了 天下万物 是怎么回事 覆守其母 就是 又能保守住 这个万物的起源 陌生不再 一辈子 终身 陌生 就是身没了 那不就一辈子了吗 从出来到没了 不就一辈子了吗 就是终身 都不会有危险 再危险 塞其队 闭其门 终身不勤 控制 其自私的欲望 自私 控制其自私 欲望 有没有 有无所谓 控制其自私 封闭其 投机 取巧的 门径 投机 门 你过往 为什么叫门 他这一个通道了 就是门 好 门径 终身不勤 你一辈子都不会 老鼓掌 都不会觉得自己冤枉 觉得自己啊 付出就是一种勤 就是 冤枉 绝对不会 开启队 即其是终身不救 你放纵 他的自私的欲望 成就他 投机缺巧的美事 一辈子都不能 把他将 从死地里拯救出去 终身不救 终身不救 一辈子都救不出去 从死地里都救不出去 剑小越蒙 越明 手弱越强 哎 能够查明 察觉到 观察到细小的事物 就叫做明察 能够保护弱小的 那才叫强大 用其光 运用道的光明 再返回到观察细小的食物 无意伸殃 就不会一楼任何给自己造成伤害的灾祸 食物以西场 这是道所隐含的道理 好 那么这一章呢 呃 每个字每个字去解释 可能给我们认知不一样 大家细细去品味 哎 呃 继细的去体悟 你就会发现 就是这么回事 好 老子真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藏啊 希望大家都受益 好 这一章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